在历届华人圣典,每年都会有得奖人因为他们丰富而特殊的人生故事 因为他们全球华人世界表表者的身份,获颁发终身成就奖 包括杨振宁、袁隆平、钱学森、沙伯理、董建华 还有于敏、饶宗怡、叶佳莹、贝玉明、陈开甲、黄旭华、侯云德以及图幽幽等等 这些全球华人的榜样也曾经先后踏上盛典的舞台 接受终身成就大奖的荣誉 我年纪越来越大,觉得这个世界确实是非常的美丽 尤其是当我前几年搬回中国来居住的时候 这个感受更深了 现在是一个大时代 这是局势都公认的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能够努力地 为着使得世界将来更美丽 做出你们所能做出来的贡献 八个字吧叫做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我认为我们搞实际工作的汗水就是实践是最重要的 书本很重要、电脑也很重要 但是书本里面中不出水稻 电脑里面也中不出水稻 只有在诗言田里面才能动出水稻 我写这个小说 不过是把中国的文化 把中国人心里心目中所希望的、都度到的好人表示出来 所以说今天给我这个奖 其实觉得是给中国人全部的 我这个小说人家比较喜欢 觉得因为我小说里面表现这个形式 表现这个感情 都是中国人的感情 所以今天这个所谓众生人就讲了 我过来不敢当的 不过我们中国所谓、中国人全部 大家一起拿到的 我觉得你们现在是很幸运的 你们现在是黄金时代 原因是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的特别快 给了你们很多机会 可以发展你们自己才能 假如你真正喜欢你的工作的话 那你就绝对不会放弃 你绝对不会接受失败的定论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话 祝福你们事业成功跟愉快 我工作就是横发日生 办了四个大学 四个总学 那不是我的 都是大家的力量 在世界上接了两个寺庙 那也不是我的 那都是大家成就的 所以因此 终生成就讲 我实在不敢当 应该把这个成就 还是送给全球 大家 感到这样 求这相信 富贵双全 希望这个世界 和平 大家都平安极强 我感到有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 我感到对艺术家来讲 是一种鞭策 那科学家都已经到了 二十八维 三十维都有了 我们怎么还有三维啊 所以我感到 我艺术家必须前进 必须跟着这个科学家 科学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要前进 所以对我来讲 是一种激发 我现在 给大家讲 我现在前进了 我现在走向世界了 希望 我们的祖国和我们人民 你放心 我还要往前走 我十岁的时候 就是 一九五九年 我父亲 开始教我 这个 哲学 我晓得 开始 问 民生的意义 是什么 我这辈子 想做什么事 我想 我要从 数学跟物理的 基本原理 来了解 大自然的奥币 要尘求 它的真和美 也希望 从数学里边 研究 民生的真题 它的和谐 更美丽 这是我 一辈子 没有改变过的 一个理想 我希望 我用 我的真诚 来提供给 数学 提供给 这个 基本科学 也 贡献给 我的祖国 谢谢